玩了5天的時間 來這邊做個遊玩總結吧 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可以選男生或是女生 無法進行捏腳那些 也無法進行服裝上的選擇 在這一塊的部分 就稍微比較一般了 那我是選女腳開局的 每日登錄獎勵 封測的情況來講 第五天是送閃滑 我先馬鈴出來 這幾天玩下來嘛 其實福利部分都是非常少的 你看第一天只送你一抽 第二天送你一抽 第三天一抽 第四天一抽 加上現在是封測的情況下 送的也沒有特別大方 所以在正式公測 也不用期待太多了 送的獎勵多半不會好 隨著你的連絕等級提升 按階段一樣會發放獎勵給你 連絕等級它指的就是帳戶等級 所以影片的部分 我都是帳戶等級來做說明好了 各位比較容易理解 然後這是通關活動 完成任務送你一位四星角 冤舞 那這款遊戲的玩法說白一點 就跟原神啊 跟幻塔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遊戲部分是有PC版的 也有手機版的 那你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就是PC版的畫面了 操作部分給各位看一下 有一般的普通攻擊 只要一直點擊普通攻擊 它就會進行連招了 每一位角色有自帶一樣技能 右方有三位角色 可以進行切換 都是自帶一樣技能 好這是第三位 自帶一樣技能 除了自帶一樣技能之外啊 還有生害 你就把它當作怪物的裝備卡 實際能放出來的技能招式 就是放第一位的生害 在這邊就演示一下吧 生害技能 是到後面啊 你最主要都是刷BOSS的生害啊 然後第三位的生害 其實它們實際在進行戰鬥的時候 可以砍好幾刀 因為這邊是沒有敵人的 影片後方我會放上角色演示 還有時機遊玩內容給各位看 從下方的進度條 就能滑到那邊去了 那現在各位看到的就是我使用手機版的 進行操作 是它整個畫面 然後這是生害 再來我們就簡單的看一下 戰鬥的部分吧 右下方就是基本的按鍵配置啦 其實電腦版的是比較好操作的 手機版操作起來 明顯是比較不能適應的 再加上這款遊戲啊 操作要求還算是挺高的 有一些困難關卡 你甚至挨不住兩下你就被秒掉了 右方人物留在發光的情況下 你點擊切換 就可以再釋放另外一種技能了 然後這隻Boss你把它打掉 它有紀律性會變成生害 可以讓你去進行吸收啦 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使用它的技能了 那我們回到PC版吧 遊戲部分啊 第一天還挺乾的 第一天我大概玩了10個鐘頭 第二天玩了7個小時吧 第三天就剩3個小時而已 那到昨天第4天的情況下 基本上都沒任務了 那今天是不是第5天 就算我升到了30等 也沒有任務跑出來 我就打算退遊了 那在主線任務部分啊 劇情做得還不錯 尤其是忌炎的任務 在封的期間啊 忌炎也是在限定池裡面的 它的主線任務最好不要跳過 你就從頭看到尾 這是關於臨時小隊的故事 啊 而轉戰池、六邊、羚羊 這位角色有半星任務 這個劇情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都是非常好的 等我看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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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